我們臺灣在1913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世界儀的運動 希望大家可以做回來 關心世界 到1900年代 文化協會開始升起來 民眾參加各種的文化活動 開始進化世界觀和 本土意識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特別辦展覽 以臺灣文化協會會過 裡面六位世界人為主題 要帶大家來了解臺灣 在不一樣時期 對世界上昇 這就是文化協會 那是大家留下來的一個 很特殊的大型紀念物 這是教學院的一九二七年 他說的就是時間歷行 裡面一個書協會 這就是文化協會的理事 他是芒芽在地的生理人 他就是關這個時政的塔 如果說的這座 沒有去百貨當前 日本通在臺灣 讓芒芽當地人 有時間關聯的時政塔 那去芒芽兩三四的水底下 現在也有地方看 甚至在看上面 也有看起來像拉丁門 射TEMPO ESTAS MONO 時間就是金錢 其實這是一百八七年 五六四人 柴門霍夫推電 從世界大東都關包容所創的世界藝 那時候文化協會 他們也有說 他們做的工作 可以分成兩大堆 一種的算團戰 一種的陣地戰 時間和空間的關聯就是在增出 這個社會大臣 你本來時間空間的關聯可能是比較 傳統的 我們把它改變過來 讓你更知道現代的時世是什麼樣 一旦日一年 在文化協會大董哈 文化的 真做社會上 集用集體的宿 這方面 提供外來證明 統治者的政體輕重 另外這方面 是新書上跟新關聯的推動 也同說是 日本總督府 跟本土社會 新古關聯兩邊 在空間上 文協約的人 做的地方 像廟店 辦國中華人 希望改變 大眾對世界的頌頌 不過在這段 臺灣開始出現 世界議運動的時候 民間無三者不斷 日本 帝國主義 吞台聲音 並沒有動點 招牌人數 就發起三二集運動 每個都三人 對臺灣歷史 經濟到 環風景的訴訟 都下入去 主要都是招牌的 這些人 他們就是利用 這種三二集 來做運動 這就是翻市民 這種是翻風景 還有翻社會裡面的 改進 就開始擁護 大家都聽到的歌 所以形式性的時候 他是採用 安心 明條 清條 一直下來 加班的那三二集 我們是特別 當時 那時候 比較基層的社會的力量 尤其農民運動 港南運動 還是說 那時候社會主義 一些事項 這個部分 大家比較不知道的這個部分 希望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 這個人的世界觀改變 他的行為就會對著改變 只要一個人 世界觀改變 中堂改變 一個國家的運命 國立台灣歷史 報仇 這張 豪座 六位 世界人的 展覽 對一九二空年 台灣 頭一位 飛行館 下文 達 回台 做 鄉托 風吻飛行 刺激台灣 正在賓館 意識 和文化協會 吹殺國中 社會極心 和政府在台灣 建構主體上的付出 對望 台灣 可以做 世界人 不太太好 記者 民進總派問 台南部都